所以电子五哥今天有涨到了中下游甚至组装的部分 宏基是因为董事长个人上个月也自掏腰包买自家股票 今天宏基也保持在盘上 那华硕营收10月营收比9月衰退 现在华硕暂时跌破了月均线 今天变成个股表现咯 怎么看待请问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韦璐贵投资朋友大家好 玉堂早上台股冲上了7月21号以来的新高 而且今天三大南高音领先比大盘冲上18000点历史高了 台湾股市还没有看到7月15号的历史高18000 可是今天有三大南高音 都是IC设计像是系列 信华 还有今天的普瑞都改写历史高 这三家公司是资本额少 各不到10亿元的资本额股本 然后筹码很稳定 获利数字也成长 是不是涨得有道理 但是现在可以去投资创高的股票吗 玉堂怎么看待呢 好原则上不是说创高的股价不能追 但是我认为在多头的行情当中 其实投资人反而还是可以比较聚焦在一些低基期的一些落后股 你同样有机会赚得到钱 像刚刚谈到这个三大南高音 真的股价又高 一般投资人你说即便你想买 你可能都买不下手 但是不用担心 其实产业的一个联动性 甚至是族群的联动性绝对会有 举例来说像最近很强势的低伪道卫星的族群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真的是在低档 但是还没有赚钱 股价都可以这样跳升上来 像3419的华语 只有谈到说他有机会明年有机会拿到订单 但是前三季都还亏损 那股价是连拉了这个四五根的一个掌顶板上去 那像宏家军旗下的台阳 也是在低伪道卫星琢磨很深的公司 但是今年前三季也还是亏损 但是股价都已经要挑战三位数 所以当然我不是要各位去看这些赔钱的公司 你可以去找有赚钱还在低档的 像是人宝集团旗下的2312的金宝 因为金宝其实他已经在接SpaceX的订单了 因为金宝在去年就有谈到 他在墨西哥厂的一个部分 新设了一个工厂 就是要就订工艺给SpaceX 他的这个基地台发送端 接送端用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部分 他在去年已经去墨西哥设厂 然后今年来讲虽然说获利不是说有大爆发的成长 但是明年我相信绝对会成长 但是重点是他是有赚钱的公司 我们刚刚聊到几家可能在低伪道卫星都只是题材性的公司 股价都已经涨幅这么高 如果以金宝来说 其实现在股价才在13 14块 而且位阶很低 再加上亚马逊的部分 这个Cupid的一个所谓低伪道卫星的部分 他也吃到 等于是两大厂的一个部分 金宝在主板的一个部分 他都有吃到订单 而且年底有所谓的集团作战 刚刚谈到电子五哥的部分 人宝集团 我相信以23112的金宝来说 也是他们未来发展 不管是低伪道卫星 甚至5G通信的一个关键 所以这一波最指标性的 可能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 像3491的圣达科 他也是法说过后 说明年低伪道卫星的一个营收 会大幅度的成长 你看森达科的股价 从法说会前 那时候我们谈到大概七八十 现在已经涨了一倍 已经来到可能180了 当然我不建议投资人再去追 但是我觉得族群的轮动性的架构之下 相对便宜 然后又有赚钱的金宝 我觉得从资金的轮动来讲 甚至从今天盘面结构来看 高基期的个股好像有点做修正 那相对低档的个股 我觉得就有补涨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金宝14块45元的价格 股价很稳定的上扬 目前14块45价位 我们发现到金宝 今年前三季也是有赚钱 这是人宝集团所投资的 那早上有一个开盘 就上扬的生贸 目前生贸的股价 也跟大家关心 87块8元的价格 生贸好像有点上影线 但是今天还是比大盘强劲 可以持股续报吗 好 原则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在今天创高之前 大概快整理了两三轴 算是有休息在工 而且它的获利也是走高 当然我觉得空手等间不要追 因为昨天大涨今天又走高 留了上影线 它会有些获利的卖压 但是这个族群的一个续航力 绝对未有 另外像是法缩的一个行情 昨天的佳金 在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也释出来不错的一个展望性 当然你看一下汉磊的部分 好像今天就有点开高走低了 这个母公司的汉磊 当然因为毕竟股价创高 但是如果同样在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不要忘了 昨天有新闻也有谈到嘛 2303连电的部分 我觉得也算是最便宜的 第三代半导体的个股 因为它的这个子公司 联影光电的一个部分 第三季的获利就大增了这个5.2倍 就是切入到这个GAN的一个布局 那当然特别补充一下 它的子公司啊 这个联影光电啊 不是3550的联影电子 这个昨天新闻 媒体还有特别谈到 有点这个误会了 因为3550的联影 是做连接线的 不是联电集团子公司的联影光电 这个地方特别跟投资人强调一下 所以如果回过头去看 以联电来说 有切入到这个蛋化胶的开发 再来本身在今年的获利来说 赚4块多以上绝对不成问题 如果单就半导体 晶圆代工族群来说 联电目前的本益比15倍不到 而且更重要一点 先前借券卖出的外资啊 全部被嘎空了 而且最近这四个交易日 做多的外资啊 突然也开始转卖 而且股价涨上际限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联电来讲 那个技术面也很漂亮 算是打了一个双角的WD 突破这个大约是季线 就是颈线的位置 那这个架构之下 我觉得如果说你要追逐 所谓的半导体 甚至第三代半导体的个股 联电来看 我觉得算是相当的物美价廉 好的